AE是25,AE是25,CE是236 所以我第一步找到B,CB这个长度 我第一步找到BE BE等于25的二次减15的二次 派杯编辑不用写 算了多少? 25二次减15二次 20 麻烦 然后找CD CD除以 你对吧,CD是对BE BE就是对20 然后是36的,CE是对AB 即是15 所以CD是算到48 48 然后是波1 波2 它要找这个面积 A.2 consegu一资本 再找Bede Yожет有Pyvar weiß 或者是8 另外 D字 你先替我解数 计算多少 D 徐 Stacy B1乘25乘60 应该是750 好 B3打颗星下去 基本上都可以是指定动作 有一部分是Open Question 那条Open Question的方法就是这样 它说 If there is a point F on AD 即是上面有一点AD 就设计AD的长度 应该是 会不会最长 即distance between AD 会不会短过23呢 怎样知道它会不会短过23呢 最短距离会有什么特定 垂直非常好 垂直这个就是最短 如果最短是垂直的话 换言之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D 即是一个高 所以我们用面积的方法去做 我们先找到AD的长度 AD是等于开方25的二次加60的二次 好 阿嘉豪你帮我计算它是多少AD 60 60 65 麻烦 所以其实是二分之一乘H乘D 所以如果你 因为Question Answer Book 又是 即是你用那个advantage 你要p到什么优势 你这样写下去 其实没有所谓的了 你已经定乘D是什么 那就是二分一个乘D 再乘65 当然如果你说不够稳定 就写一些文字去描述 所以就low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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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短都是这个图 所以low了